诗篇第119篇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 这人不做非议的事,但遵行他的道 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力 我看中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我学了你公义的叛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我避守你的律力,求你总不要丢弃我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中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力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求你用厚恩带你的仆人 使我存活 我就遵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时常切勿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 你已经责备他们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我遵守你的法度 虽有首领作者忘论我 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力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求你照你的话 求你照你的话 将我救活 我述说我所行的 你应允了我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思想你的歧视 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尖利 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 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 我拣选了中性的道 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我持守你的法度 耶和华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律力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求你使我的心 趋向你的法度 不趋向非议之财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你向敬畏你的人 所应许的话 求你向仆人坚定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 愿离我 以你的典章本为美 我羡慕你的训词 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耶和华 愿你照你的话 使你的慈爱 就是你的救恩 临到我身上 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 因我 倚靠你的话 求你叫真理的话 总不离开我口 因我仰望你的顶章 我要常守你的律法 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自由而行 因我速来考究你的训词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 论说你的法度 并不至于羞愧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这命令速来是我所爱的 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 这命令速来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 叫我有盼望 这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患难中 因此得安慰 骄傲的人 甚五慢我 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 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 就得了安慰 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 就怒气发作 犹如火烧 我在世寄居 速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耶和华 我夜间纪念你的名 遵守你的律法 我所以如此 是因我 我守你的训辞 耶和华 是我的福分 我曾说 我要遵守你的言语 我一心求过你的恩 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 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 并不迟言 恶人的绳索缠绕我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 半夜必起来称谢你 凡敬畏你 守你训辞的人 我都与他作伴 耶和华 你的慈爱 变满大地 求你将你的律例 教训我 耶和华 你向来是照你的话 善待仆人 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 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 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他们心蒙之由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 剩余千万的金银 你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敬畏你的人 见我就要欢喜 因我仰望你的话 耶和华 我知道你的叛语是公义的 你使我受苦 是以诚实待我 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 以慈爱安慰我 愿你的慈悲 临到我 使我存活 因你的律法 是我所喜爱的 愿骄傲人蒙羞 因为他们无理地轻抚我 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 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 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 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 使我不致蒙羞 我心可想你的救恩 仰望你的应许 我因盼望你的应许 眼睛失明 说 你何时安慰我 我好像烟熏的皮带 却不忘记你的律例 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 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 施行审判呢 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 为我掘了坑 你的命令尽都诚实 他们无理地逼迫我 求你帮助我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 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 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你的尘识存到万代 你坚定了地 地就长存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 万物都是你的不义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 因你用这训词 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 我是属你的 求你救我 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 恶人等待我 要灭绝我 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 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你公义的典章 我曾启示遵守 我必按时而行 我甚是受苦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话 将我救火 耶和华 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贡物 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 我的性命 常在危险之中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恶人 为我设下网络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 为永远的产业 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我的心 转向你的律力 永远遵行 一直到底 心怀恶意的人 为我所恨 但你的律法 为我所爱 你是我藏身之处 又是我的盾牌 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作恶的人啊 你们离开我吧 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 使我存活 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 求你扶持我 我便得救 时常看中你的律力 凡偏离你律力的人 你都轻弃他们 因为他们的鬼诈 必归虚空 凡地上的恶人 你除掉他 好像除掉渣子 因此 我爱你的法度 我因惧怕你 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叛语 我行过公平和公义 求你不要撇下我 给欺压我的人 求你为仆人做宝 使我得好处 不容骄傲人欺压我 我因盼望你的救恩 和你公义的话 眼睛失明 求你照你的慈爱 带仆人 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这是耶和华降伐的时候 因人废了你的律法 所以我爱你的命令 胜于金子 更胜于金金 你一切的训词 在万事上 我都以为正直 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一心谨守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是愚人通达 我张口而弃喘 因我切勿你的命令 求你转向我 怜悯我 好像你素长带那些爱你名的人 求你用你的话 使我脚步稳当 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 求你救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气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求你用炼光照仆人 又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叶和华 你是公义的 你的叛语也是正直的 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制成 我心交气 如同火烧 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 你的话极其精炼 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我微小被人藐视 却不忘记你的训词 你的公义永远长存 你的律法尽都真实 我遭遇患难愁苦 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 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赐我悟性 我就活了 叶和华 我一心呼吁你 求你应允我 我必谨守你的律力 我向你呼吁 求你救我 我要遵守你的法度 我趁天位亮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我趁夜更为患将眼睁开 为要思想你的话语 求你照你的慈爱 听我的声音 耶和华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火 追求金额的人临近了 他们远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 你与我相近 你一切的命令 尽都真实 我应学你的法度 求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 搭救我 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 求你为我便屈 救赎我 照你的话将我救火 救恩远离恶人 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力 耶和华 你的慈悲本为大 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火 逼迫我的 抵挡我的 很多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 我看见奸恶的人就胜憎恶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 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辞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火 你画的总纲是真实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 是永远长存 首领无故地逼迫我 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 我喜爱你的话 好像人得了许多鲁物 谎话是我所恨恶所增贤的 为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 一天七次再美你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耶和华 我仰望了你的救恩 遵行了你的秘密 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 这法度 我甚喜爱 我遵守了你的训辞和法度 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 耶和华 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赐我悟性 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搭救我 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 因为你将律力教训我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 以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愿你用手帮助我 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 耶和华 我切勿你的救恩 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 愿我的性命存活 得以赞美你 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我如亡羊走迷了路 求你寻找仆人 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